最近绍兴盛州的陈先生来到了三届派出所 向民警赠送了一面锦旗 感谢民警帮他追回了被骗的24万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陈先生被骗的24万元还得从2019年说起 当时他看中了渠州的一个楼盘 但是房源比较紧张 于是就想着找人脱脱关系 在朋友的介绍下 陈先生认识了沈某 对方说有门路 不过疏通关系需要钱 三套房子一共要24万 陈先生因买房心切 也没多想就转了过去 结果到现在 楼盘的二期都卖完了 陈先生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当时也很郁闷 因为毕竟也这么多钱 这一开始也很相信对方 结果对方居然是在骗我 后来真的想不出办法 后来只能求助当地的派出所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根据银行流水 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沈某 并将其抓获 当我们通过查询多家银行之后 确定了这笔资金的去向 那我们就可以敲定 这个人涉嫌诈骗罪 原来沈某根本就没有什么门路 陈先生转给他的24万 疏通关系费 其中10万已被他用于还债 剩下的用于个人装修 生活开支等 目前沈某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取保候审 24万元已被追回 陈先生为感谢民警破案神诉 前几天拿着一面感谢警棋 特意送到了派出所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最重要是 召roz